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10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是曾經有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一些留言,like,share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的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是怎樣去計分的 這個計分體反應呢 是的,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尤其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一期升運 我就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呢 都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呢 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去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這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呢 就肯定大家不要在這裡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座運呢?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度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占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 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去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 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省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座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占的詳情會陸續有來 就肯定大家密切留意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磨蠍座 香港人又叫山陽座的朋友 來到農曆九月 會對一句說話 有一個深深的感受 就是這個世界上 有失就必有得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會賺到一些錢 但這個錢會令到你們失去一些動勢 例如有人死了 所以你們會得到他們的遺產 或者是因為他們離開 所以不需要再為他們花一些醫療費用 都是叫幫你們省了錢 或者是誰去受傷 有什麼意外出了 而得到一些保險的理賠 又或者是被人炒了 而得到那些補償金 那些被炒金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可以專注於正面的事情 不要再這麼不開心 還有想想這個錢可以做什麼 就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思維 其實這一個月以來 或者這兩三個月以來 其實家裡的事務都一直是比較沉重 令到你們感覺到很大的壓力負擔 甚至如果你們租屋的話 可能是你們的業主 或者是你們整棟大廈發生的事 可能整棟大廈會被人收購 或者是你們的flatmate 總之有關這個家 你們住的地方的問題 都會比較煩惱 但是來到農曆九月 你們就會更加多的煩惱 來自哪裡呢 就來自你們的事業 或者是你們的一些成就 這裡是很吊詭的 就不一定說你們是事業 亦都是遭受困難 所以才令到你們更加大壓力 可能是你們事業有成 而令到你們更加大壓力 我當因為事業有成 所以更加多的客人 經常去找你們 令到你們忙到應接不下 分身罰術 我又當因為真的在事業上獲獎 然後你們接下來要去出席這些頒獎典禮 又要忙 究竟買件漂亮的衣服 怎樣去化妝去見人 又或者接下來會經常出席很多商務活動 這些其實不是壞的事情 是一些機會 或者是一些你們去表現自己的地方 但是會為了這些事情 亦都是有更加多的事情要去想 亦都要更加多的時間 甚至是錢去洗出來 所以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原來這個農曆九月 你們就很容易是報肥或者報仇 所以摩蝶座的朋友 麻煩小心 也都提下大家 麻煩農曆九月不要碰別人的錢 什麼意思呢 不要借錢給別人 不要做那些中間人 正所謂不做中不做保 不做每人三代好 最後也是那句 真的有失必有得 我相信這個宇宙不會迫死你的 宇宙究竟有沒有開一線窗給你們休息一下 當然有 就是為了一些很久沒見過的親戚朋友 可能真的很久很久 甚至是早到你們在六歲開始認識的親戚朋友 你不會說六歲開始認識一些親戚 但可能真的N年沒見過 或者真的認識了很多年的人 他們在農曆九月會回來 跟你們有些見面的機會 但是再說一次 千萬不要碰他們的錢 所以他們可能是來者不善 為什麼這麼好死找你呢 可能是找你借錢 那就不好了 但是見面試個嗨喝下茶 OK 但是錢那些就真的不要搞了 還有原來 還有一些你們過往的興趣 或者你們一些過往一直很想去做的事情 就會重現了這個興趣 可能 我不知道 以前很喜歡打羽毛球 忽然之間這個農曆九月 就有一些新的機會 或者你們看到別人的底月無求很開心 然後你們又想重新再去做 OK 都會有這些事情 去勾起你們一些往式的歡樂 但是記住 如果這件事是一些比較大的 一些比較需要去投資的事情 就不要去搞 因為現在火水雙星都在逆行 那就不要趁這些時候去開始一些新的Venture OK I mean 簡單到你說純粹去打球 一些簡單的興趣是OK的 但是如果這件事是牽涉比較多的時間 金錢那樣的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去停一停想一想 大家可以去停一停想一想